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领域 很多都是由我们自己创建成功的 这其中量子技术就是如此 现在我国拥有着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量子合同性技术 在16年时 我国就发射了一枚造价一亿美元的量子卫星 而且在2017年 我国自己创造的光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便一举打破了美国谷歌等创下的神话 甚至超越它们 而且我们还将量子技术运用到了军事领域 这一行动将彻底改变我国军事领域原有的面貌 近期 我国打造出一种新型量子雷达 它能将美国最新的隐形战绩失效 让它探查不到任何的消息 中国的这一技术轰动全球 于是各国纷纷赶到中国寻求合作 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 终于轮到中国反封锁了 现在我们也不是以前那个胆小 懦弱 怕事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已经大步向前 甩开欧美各国 将一马当先 好了 今天的老王启律看世界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